标题 我心中的好朋友 好朋友 是我生活中最珍贵的财富 也是我成长路上最坚实的支撑 在我心中 有一个特别的好朋友 他就是我的挚友小芳 小芳是我班上的同学 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灿烂的笑容 总是充满活力和阳光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好朋友了 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 首先 小芳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子 每当我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 她总是耐心地帮助我 给我讲解知识点 让我能够更快地理解 有一次 我在数学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她不仅帮我解决了问题 还教我一些学习方法 让我在数学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 小芳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 她总是乐于助人 对待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有一次 班里有一个新同学 其他人都不愿意和她交朋友 只有小芳主动走过去和她交谈 让她感到温暖和欢迎 她的善良感染了我 让我明白到做一个善良的人是多么重要 最后 小芳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孩子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 她总是能够乐观面对 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 有一次 我在比赛中遇到了失败 心情非常沮丧 但是她用乐观的态度和鼓励的话语 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勇敢面对失败 总的来说 小芳是我心中的好朋友 她聪明 善良 乐观 是我学习上的良师益友 也是我生活中的知己 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 希望我们能够一直做彼此的好朋友 一起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共同追逐我们的梦想